莫听川林打夜深 你所言与人生 定风波 莫听川林打夜深 不要只听那个雨打着竹叶的声音 何妨吟笑且虚心 就是你在一个校园里 所有人在躲雨 拼命跑的时候 你忽然发现其实你可以慢慢走 好像人生其实有另外一个 我接受这个雨 下雨不见得一定是那么不好的 何妨吟笑 注意何妨很重要 为什么不 转念一下 你可以何妨吟笑且虚心 那手上拿了一个竹杖 穿着草鞋 竹杖蟒鞋 轻胜马 他以前做过官的是骑马的 现在没有马了 竹杖蟒鞋 好像比那个马走起路来还轻松一点 有没有发现这是人生的选择 就是我觉得没有那么不好 就是我面前有这么多东西 我要我要的东西 它是一个选择 那你要什么 其实没有人可以干扰 就是我要竹杖蟒鞋 我不一定要马 他其实在比较这个时候 特别讲到说谁怕 一说烟雨任平生 干嘛怕呢 人生怕你还是要过 那下面一段是大家最熟悉 最美的句子 撂翘春风吹酒醒 真的每天都在喝 围冷山头邪照却相迎 没有想到雨停了以后 那个晚霞特别漂亮 最了不起的句子出来了 回首向来消色处 我回头去看我走过来的路 也无风雨也无情 这是了不起的句子 晴天是我的生命 下雨也是我的生命 快乐是我的生命 不快乐也是我的生命 有一天大概到中年以后 会领悟说 你把不快乐全部去掉 你的人生少了一大半 本来就应该回首向来消色处 我走过来的人生 都是我的 所以都没有什么不好 你觉得人生最不好的东西 其实是他人生里 最重要的不共和 我想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苏世有很大的变化 从简禁寒之不肯气 到回首向来消色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也无风雨也无情 多么应该常常提醒自己 我的生命里面 所有自己喜欢的 跟不喜欢的部分 都应该是自己身份